最近几年了年价航空话题不断 而在年底的时候 也有联航要上市国内航空公司 自己做发展的一个新品牌 而现在为了做出市场的区隔 航空业者选择在服务跟机上的餐点部分来下功夫 而且还把战场扩大到饭后的点心跟饮料 光是左餐的香槟一瓶居然就要价6800块钱 而餐后的甜点还是特别从法国空运的马卡龙 吃上一颗就要上百元 提升服务航空公司在地新战场 做机上餐点求新求变 现在连饮料甜点都要更上一层楼 左餐饮料业者端出一瓶要价6800的香槟 饭后甜点还是巴黎百年老店空运来台的马卡龙 马卡龙的它的保鲜是有一定的期限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是说马卡龙是很容易脆掉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飞机里面的马卡龙 是从法国当地原厂把它是说上飞机 把全球知名的特色甜点都搜罗进来 法国的马卡龙日本的雪茄蛋卷 看似简单的甜点都如此精心打造 为的就是要做出市场区格 顶级的航空公司也跟目前大家很这个一直在讨论的廉价航空公司 事实上在它的整个服务的过程流程中间是有差异的 跳脱价格投顶级客层所好 从最微小的细节掀起另类的航空大战 感谢观看